金门战役开打的第一天,胡连就赶到了金门,因风浪无法上岸,于第二天登陆金门水头村,会晤唐恩伯后立即打电话给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高奎员,恭喜大姐,是否已扫清战场完毕?高奎员回答说,战事仍在激烈进行当中,形势相当严重啊。 胡连20分钟后就出现在前线重整旗鼓,一部分解放军被团团包围,突然有一名军官月出欠豪大喊我是萧锋,随即拉向了手榴弹。 一时间,解放军前线总指挥薛锋毕命之说到处盛传,金门兽军向台北报捷称,击毙敌军长萧锋以下市长5-6名,胡连却在此时给出了两个判断。 第一,解放军登陆金门的人数不会超过1万人,第二,解放军上岛的指挥官估计不会超过师级,很可能是团级。事实证明,胡连的判断极为精确。